今天给大家讲两个话题 一个是讲一下央行为什么不降息 第二个是讲一下特别国债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央行为什么不降息 很多人很着急说央行怎么还不降息 货币政策宽松怎么就看不到降息 还看到有一些财经自媒体一本正经的胡说 说人民币得赶快跟美元脱钩 脱钩了就不怕贬值了就好降息了 他们给出央行不降息的理由 是说怕人民币贬值 一降息以后人民币就容易贬值 其实前几年也降息 比如在08年以后为了对抗经济衰退 经济危机那不也进行了多次降息 那个时候也没有看到人民币贬值 而且非但没贬值还一路升值 升到了2014年 大家记得如果当时记得这个点位的话 升到了1比6.2这个水平 对吧 所以说不敢降息是怕贬值 这个理由说不过去 那我就来告诉你 央行不降息的这个真正原因 其实真正原因是降息空间 已经在2015年那次降息的周期中耗尽了 再降息也没什么效用 而且是必大于利 可以这样说 那其中的有三点原因 大家听一听 第一点是一年期的存款利率 现在已经有只有1.5%了 老百姓现在但凡有点理财的意识 都不会把这个钱去买定期存款 都去买了理财产品 最起码的收益率也在3.5%以上 所以你再降息也没什么用处 不会刺激居民企业去投资和消费 第二点就是实际利率实际上已经是负数了 大家知道什么是实际利率这个概念 实际利率就等于民意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 你看现在这个民意利率是1.5% 对吧 减去通货膨胀率5.2 这等于负的3.7 其实已经是在剥削存款人了 其实就你存着钱 然后等于被通胀是在剥削 钱的购买率其实是在缩水的 你如果这个时候再降息 那你补贴贷款人再降息的话 对存款人太不公平了 老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存款的利率如果再降的话 那存款的流失就更严重了 本来很多人他其实已经不存定期了 就你再降存款流失就会更严重 大家知道存款是银行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 银行的客户经理的很大的一个考核标准 就是你能拉回多少存款 存款如果都跑了的话 那银行受挤兑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稍有风吹潮动的就可能出现钱荒 好 这个就是说完央行 为什么不降息 我给出了这三点理由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特别国债 发行特别国债这件事 那中央政治局在3月27号召开会议 做了三点部署 第一点就是适当的提高财政赤字率 第二点是发行特别国债 第三点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 为什么进行这三点部署呢 核心原因其实都在两个字 那就是缺钱尤其是财政缺钱 大家看一看这个财政部公布的 今年前两个月财政收支的数据 就是前两个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35,232亿 全国一般的公共预算支出是32,350亿 缺口将近3000亿 那前两个月的政府性基金的收入是7688亿 政府性基金的支出是12,879亿 缺口在5000亿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两项的缺口呢 加起来就将近8000亿 就是前两个月 在政府这个大的一统账里面的缺口就有8000亿 那中国有句俗话呢 就是说家家有本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一个家庭有一本账啊 一个企业也有本账 那国家也是一样的 他也有一本账 那有缺口呢 你就得补对吧 那中央呢 这三个政策恰恰就是用来弥补这个财政收支缺口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张图哈 如果你能看懂这张图啊 你就知道中国政府 尤其是这个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收支啊 是怎么做到平衡的 你就知道地方政府的这本账难在哪了 这张图呢 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叫这个湖北财政告急啊 那个节目里面讲过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啊 我可能就不会讲的那么详细 大家先看一下这张图哈 这张图呢 他其实你主要看这个黄色部分就可以了啊 就是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的再平衡呢 他是通过这三部分的资金的调转来实现的啊 第一部分就是中央的税收返还和这个转移支付 第二部分呢 就是地方政府的往年的结余啊 第三部分呢 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专项债收入啊 他整个这个地方政府的大一桶账啊 他是靠这三部分去进行一个调转结余的再平衡的啊 就如果光靠这个当地地方政府的这个本级收入啊 也就是本级的这个财政收入税收收入 他是不足以支付地方的本级支出的啊 公务员的工资啊 基建啊 地方政府的很多事情啊 他都不足以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说这个这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啊 这个地方和中央的这个财权和市权不匹配啊 就是中央的这个钱多事少 地方是事多钱少 对吧 所以说呢整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资金啊 他有一个再平衡的这个结构在里面 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啊 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那大家知道中央的这个税收 中央的这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哪里呢 主要是两块啊 一部分是这个税收收入的上缴 比如说增值税的60% 所得税的75% 还有一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关税的税收收入啊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国债的发行收入啊 就是中央发行的国债啊再加上还有一些地方国企啊 还有一些中央的国企的上缴的利润啊 包括一些啊 像烟草公司啊 他们上缴的一些利润 所以这个中央的这个税收转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这一块啊 对地方政府的资金再平衡非常重要啊 所以说这块的钱呢 你看这个三个政策里面 它有一个增加提高这个财政赤字啊 就是增加国债的这个收入 其实就是在补充这个中央税收返还这一块 而第二部分呢 就是地方政府往年的结语啊 这个是在15年以前是有一些结语的啊 所以就这些这些年一直在消耗 从15年以后 那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收入 那这个在这个上面我讲了三个这个部署 三个中央的部署里面也提到了 它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这个规模 地方政府专项债是从2015年才有的啊 他15年的时候是1000亿啊 然后到一直到19年的时候 已经扩大到2.15万亿啊 那到今年2020年可能是在3万亿啊 所以不管怎么讲啊 就是需要这三块的收入 去弥补地方政府的本地收入啊 然后才做到一个资金的再平衡 那中央的那三个政策的部署呢 都是紧紧的围绕这个地方政府的这本账的啊 去做这个再平衡的 好了 我们最后再说一说这个特别国债 那特别国债的概念呢 啊 它是它的定义呢 是服务于特定政策啊 支持特定项目而发行的国债 那历史上呢 中国一共就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 一次呢 是在1998年发行了这个30年期的 这个2700亿的特别国债 当时是向这个工农中建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 定向发行的 用于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 化解这个不良贷款 提高资本充足率啊 说白了其实就是拯救四大商业银行啊 因为当时这个1998年的四大商业银行呢 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啊 包括之前多年积累的坏账 它的这个不良资产的比例已经在20%了 第二次呢 是2007年就发行了1.55万亿的特别国债 它这个是为了注资这个中投公司啊 大家知道当时中央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啊 因为我们加入WTO以后 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对吧 需要让这些钱呢 走出去啊 就像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啊 像这个中东的一些主权财富基金一样啊 然后让这些外汇储备能够产生良好的投资收益 而不是趴在账上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了这个中投公司啊 它的全称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好了 这是第三次 这次是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 目的呢 市场猜测应该是为了拯救中销企业和这些困难的家庭和个人 大家还记得有一期节目啊 我讲过这个美联储的11项救市政策 美联储呢 是亲自下场子啊 赤膊上阵干活 买国债 买资产 支持抵押证券 买投资级的这个以上的债券 那中国的旧市呢 比如说发行特别国债 它其实是需要商业银行购买的 而不是中央银行直接下场子干 因为我们的货币政策呢 是通过商业银行来传导 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 再到政府企业居民 是这么一个传导路径 我们是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的 是依赖商业银行的这个货币成数的放大效应 去进行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推行的 所以配合特别国债的发行啊 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个央行的这种降准 其实每次提到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 无一不是需要这个宽松的 这个货币政策去配合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2月21日的这个中央政策局的会议 当时提到了什么 我带大家回忆一下 当时的2月21日 政策局会议 大家看这个图 它提到就是要更加积极有为 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然后货币政策呢 要更加灵活适度 它其实都提到了两个更加 那在这次就是3月27号这次政策局会议呢 它等于把这个去落实了 我这样讲完以后 是不是就把这个串起来了 就能理解中国这一系列的政策的这种逻辑和这种演变 好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大家看到啊 中央的这三项政策 提高财政赤字 发行特别国债 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在规模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加杠杆 地方政府啊 民企啊 居民啊 这三大经济主体啊 其实已经都无力再增加杠杆了 你比如说企业啊 企业的杠杆在08年4万亿以后 基本加了差不多了 地方政府的这个城头债 地方政府这块的杠杆呢 在13年左右也加了差不多了 最后居民呢 在15年啊 有一句话叫挟持大者为国接盘 也是家族的杠杆 那居民这个加杠杆呢 官方术语叫转杠杆 他怎么转呢 他就是我把这个企业啊 政府的杠杆啊 我转给你居民 按周小川周行长的话说 就是居民加杠杆 逻辑上是对的 他当年说过这样一个话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我不知道这个逻辑 是不是这个居民啊 是韭菜啊 被割草是对 今天讲了这么多啊 讲了这个一个是 这个央行降息啊 为什么不降息 第二讲了一个这个特别国在啊 这个讲了不少 大家消化消化啊 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啊 我希望你们能有有所收获啊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